非有消息,最近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发布了一则关于波音737 MAX系列飞机的紧急安全建议 该建议长达11页,详细叙述了事情的起因和对策 并且此事也可能影响空客A320 NIO和其他客机 这则建议的由来是2023年发生了两起较为严重的客舱烟雾事件 烟雾都是起飞时撞鸟引起的 都发生在美国的西南航空公司的737 MAX客机身上 一起是在古巴,一起是在新阿尔良 在稍大型的鸟类撞上发动机之后 当时两架飞机的客舱里都充满了浓重的白色烟雾 波音737系列的客舱引气引致发动机 从发动机的压器机阶段抽取高压空气供给客舱与驾驶舱 这些空气在进入客舱之前会经过空调组件以及循环过滤系统 去除颗粒物与部分气味 当引气中夹带油物或其他威力时 有可能会随着引气进入客舱造成烟雾现象 只要关闭相应的引气阀门切断木染源 客舱内的烟雾就会通过正常的循环与排气逐渐被清除 波音7378X、737 MAX等机型的客舱空气 大约每两到三分钟就可以完成一次全舱空气更换 但是NTSB的报告认为 如果浓重的烟雾在驾驶舱弥漫 可能导致飞行员无法看清仪表板 所以属于重大安全隐患 这两起烟雾 据称与CFM公司利普发动机的减载功能有关 减载是在发动机遭遇鸟机等造成风扇叶片断裂的时候 通过主动断开风扇模块与低压压器机和低压涡轮之间的机械连接 从而降低传动系统 尤其是传动轴和后端转子等受到的冲击 防止核心部件受损 提升发动机的安全性 这个机制在启动时 可能会释放微量的烟雾或颗粒雾 这是射击允许范围内的情况 但现在看来 它会将润滑油抛扫到高温区域 进而导致油液蒸汽进入客舱和驾驶舱 烟熏乘客和机组 NTSB的报告指出 可以通过升级软件来解决这一问题 同时 各相关航空公司应该加强培训 确保飞行员知道 如何迅速手动关闭空调系统的进气口 或者是在烟雾中也能够摸索到 CFM公司也发表声明 同意NTSB的建议 并表示将进行软件升级 根据新闻报道 美国联邦航空局也对这份警告表示了赞同 CFM的Leap发动机 现在是737 MAX系列飞机的唯一动力来源 同时 它也应用在A320neo系列和C919上 三型飞机使用的Leap发动机 在风扇尺寸 推力等级和部分结构设计上略有差异 但内部核心机结构基本相同 目前 Leap系列发动机 已经有近7000台在一使用 累计飞行时数 在2024年突破了5000万小时 总体使用状况良好 安全性和质量都得到了验证 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 下期见